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节课我们只讲一个叫orig2为表的创建 因为我们这个二维表的创建 这个二维表的管理它一结合是一下子讲完的 东西还是蛮多的 明白吗 我们先说创建 那创建一张表我们怎么来进行创建呢 首先 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没有任何一张表 比如说 讲二维表的简单创建学习 简单创建 那这里边我们写一下 比如说我叫slide 现在我们创建一个学生表吧 新fromstudents有这个表吗 没有吧 你以前表画师都不存在吧 能看懂吗 那报错了 怎么办呢 所以呢第一 我得做一件事情 是不是得创建表啊 创建表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 像我们的soho语句一样 我是不是有创建表的语句啊 今天我们在讲这个ct的时候 其实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其实不写色狗语句也能创建 图文化界面 右键 新键 在这找到那个tables 右键 新键 不就完了吗 但是那个底层操作和这个是一样的 比如说 来 我给你找一个叫tables 它下面没有 没有吧 来 你看 比如说我们再写个叫slide.emp 可以 走 这表画师都不存在 它不是dba全线是吧 我切个用户 切 123 来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EMP了 我现在是不是能查 能看到吗 手标按住ctr键 注意听 按住ctr键 看到没 放一下 点一下是不是就跳到这个页面了 来 这是不是有个叫查看seql 一点 来 这是不是创建表语句 哦 创建表语句我忘了 来 来 所以要找任意一张表 笔着赵方花虎去写 所以创建表的语句怎么写 叫create table 这后面跟的是什么 表名 然后跟小括 小括里面这都是什么名 自断名 你想这都是什么 自断力行 能不能怎么办 然后一执行 这个表是不是就创建好了 听明白吗 明白 那一样的 所以创建表 我们再切回来 北京上一套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创建表 我们是不是没有student这张表 嗯 那我是不是创建啊 嗯 所以按照我们刚才写的 这个地方叫什么 create table 加什么 表名 student 你别大过号 那是类 你别混了 是不是小货号 嗯 回事 分开 来里边 第一个就是列名 能懂吗 嗯 我知道咱们大家写佳话代表写习惯了 类型在前面 变量名在后面 嗯 你写佳话代表 是不是int 嗯 写Org就得aint 嗯 听懂了吗 就是他俩是反的 明白没 而且类型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student的话 第一 student是不是得有学号 是吧 叫sno 可以吧 学号应该是什么类型 是不是数值类型 在我们Oracle里面 没有什么int double 什么这些 我告诉你 在我们加入代码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讲 你注意听 我们就从数据类型的角度 去分辨的话 数据到底是什么类型 这是一个主观判断 懂懂吗 你比如说我说1.1 2.2 3.3 1.2.3 等等这些 我说这都是数值啊 可以吧 我说这个是int 这个是这个 我又把这个数值 再次细分成很多的类型 可以不 可以 可以明白 所以我们的类型来讲 是语言 不同的语言 它的数据类型是不一样的 明白吗 我们加瓦是语言的一种 加瓦是分 基本类型 分了8个 懂懂吗 但是真正来讲的话 是因为这门语言 把数据分的特别细 把数据类型分的特别细 其实 无外乎底层就是什么 我开个空间 是不是就存这个数据 嗯 你升为一个变量 底层是不是就开了个空间 存数据 比如说你升为一个int 升为一个double 只是开的空间 大小就是不一样 嗯 懂懂吧 底层是不是都是二斤质存的 嗯 那其实说白了 我在硬盘里面开的那个空间 其实什么都能存 不都二斤质吗 嗯 听懂了吗 嗯 所以说是加瓦把数据分的特别细 明白吗 不是任何语言都是分那么细的 听懂了吗 嗯 不是任何语言都分那么细的 正是因为加瓦把数据类型分那么细 所以加瓦是一个逻辑性特别强的语言 所以加瓦能够适用于大型项目的开发 因为数据分的越细 也就是逻辑写起来越缜密 出问题的几率是越小 嗯 听懂了吗 嗯 所以我们ORIC对于数字数值类型 只有谁啊 NUMBER 能懂吗 NUMBER后面我们跟 比如说我写个十 逗号二 就是最多十位 小数位两位 包括小数位 我要这样写的话 就是整数十位 明白吗 逗号二呢 总共十位 整数加小数总共十位 明白吗 嗯 小数占 小数占两 整数占八位呗 嗯 能听明白吗 明白了 就这样写 其实我这样写就是一个 相当于是我们加瓦里面的印的类型了 嗯 逗号二相当于什么 Double或者合路的 嗯 听懂了吗 但是学号有小数吗 没有 没有 就字不进不写就行了 能明白吗 然后不同的字段之间用 逗号 别用分号 用啥 逗号 这是语义规范 明白吗 对吧 来 下一个再选 是不是就S内蒙 是不是名字 名字 在我们讲话当中 应该是磁律类型 也就是字符类型 在我们Oracle当中 字符类型 大量的字符类型 叫什么 Watcher Tool 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是谁 词律 词律 100 100是长度 明白吗 等会给你 会给你挨个介绍 再逗号 有他 还有谁 年龄吧 age age 谁啊 上次有个学生 也像写了个10 你告诉我谁能活那么大 10 所以就算我们 你给他这个 一取范围 你最起码是 得合理一点吧 你说10 是 没毛病 老师取10行不行 你取100就行 但是你取个3 是不是就行了 取2不行 因为有的人确实 是不是能活100 所以你得什么 但是老师我写个4 那4你就过分了 来 下一个sh 再往下 应该是什么了 应该是性别 叫s sex 性别 我们使用叫x 我们不用握握图 一般使用x x里面 我们写一个2 就可以了 只有两个 能懂吗 或者写个4 写4是没问题的 写个4 什么意思 等会我给你解释 x和握握图的区别 我跟你说 它都代表是string的字符 明白吗 好 好 再来还有什么 比如说 sfav吧 爱好好吧 这是不是妥妥的啥 22度 22度 这大一点 500吧 好吧 就增地吧 可以吧 就增地 来 create 其实还有一个伤单 我再写一个 叫 年月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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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年月吧 这个叫b 日期嘛 嗯 是不是日期 是 ok 来 选正常 执行吧 完事了 这不已完成吗 来 你现在再查这个表 有数据没 没有 下面这个是创建表语句 在下面应该什么了 干啥 是不是添加测试数据吧 那测试数据怎么添加 就insert into stay audit 全字段查试 这个value 能懂吗 来我们写个叫 1 逗号名字 比如 哎 这不写张三了 老写张三 写个最近 谁比较火呀 哪个明星啊 柳妍 可以 可以 来 年龄 叫篮球杯 是吧 有的人喜欢看什么足球杯啊 有的人喜欢看篮球杯啊 还有的人喜欢看柳妍杯 对不对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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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开到我们措手不及是吧 十八 这都是小场面 不要激动 来这是h 来sh之后下面是不是性别 性别的话难 那就过分了啊 来下面爱好 拍电影 拍广告啊 什么的 然后sfav 下面是初出日期 初出日期 你觉得我这么写 201 201有点误会了吧 哈哈哈哈 嗯 不是 1985吧 隨便写一个 写个01-01 可以吧 18 对啊 对啊 18吗 来来 意思一下 不行 文字格式也不算不评论 又是啥意思 这是个啥 来 你看 我如果这样写呢 01-1 月-1985 你觉得能写进去吗 可以 可以 成功了吧 嗯 来 提交 知道2-date的应该怎么用了吧 把它复制一下 拼住呗 不要不要留言 找个年轻的 欧阳娜娜娜 欧阳娜娜 努力娜娜 马尔扎哈 马尔扎哈 这个就货费了吧 哈哈哈哈 这 这有点 马尔扎哈 我这有点错手不及啊 什么意思啊 马尔扎哈 哎 这个不能改变 嗯 来 你看啊 我们这里面应该字幕写 注意听 叫 to 什么 date 拨号 这里面是不是写 19 8 哎 90吧 8 是90的 901 1 0 1 1 1 2 2了吧 走 提交 这不进去了吗 嗯 插讯 可以 插讯 有毛病吗 没有毛病 所以 todate知道咋用了吧 所以我当时是不是 假的时候我说过一个问题 我说 todate什么时候用呢 是不是增迁新数据的时候 嗯 2x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查的时候 有印象呗 有 有 说过吧 有 好嘞 这是添加数据也完事了 所以对于创建表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创建表的语法 创建表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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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写叫 create table 表名 括号 字段名 类型 逗号 字段名 逗号 字段名 类型逗号 字段名 逗号 点点点点点 能不能这样吧 你写一行也行 但是不好读 能明白吗 你把加大代码写成一行都没问题 有毛病吗 没有 没毛病啊 我们 我们的解析代码 它又不是按你换锋换行 它按你是不是结束符啊 能懂吧 嗯 好 这是添加测试数据 来 我们这是它的使用 来 我们再来看看呢 数据类型 数据 类型 Oracle的数据类型分为这样几个 常见的啊 我们写常见的 第一个呢 叫Number Number类型 For X2 类型 X类型 D 类型 类型 先说第一个 叫数字类型 数字类型 所有的数字 主要是数字 是不是就用它 其中 Number它的使用法 第一个 写个A 逗号 B 什么意思 写个是 总共 A 总长度 总长度 为 A A 小数 位 为 长度 为 B 就可以了 当然 B 小数 位 小数 位 可以 不写 那就看你存的是整数还是啥了 等等吧 所以这个你可以再细分什么呢 我再给你分一下吧 这叫数字类型 数字类型 那我们分为整数 整数字类型 是吧 整数 整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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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Number 括号 A 还有 叫浮点数 其实就是 带小数 我们专业数语叫什么 浮点数 浮点数类型 叫Number 叫Number 括号 A 做号什么 B 把这个 到这 一刹 是不是往这了 这个表示 总长度为 能懂了吧 好 握握类型 是 字符类型 使用 握插 括号 LN LN代表长度 类似的缩写 都行 我写个A也行 不要究竟他 少了个故事吧 来握握度 什么意思 LN 表示 字符的 最大长度 也就是 是 字符 实际 实际 存储 存储 内存长度 是 根据 字符 大小 自动 大小 来 分配 但是 最大 不能 超过 LV 能明白吗 比如说 我这个地方 写的是不是100 这留言 按我们字节来讲 假如说我们 一个判断 占三个字节 可以吧 不有三个字节 也有四个字节的吧 就看你编码格式 是哪种了吧 对 这个应该也说过吧 初级里面 我们不有 有GPK 对 和UT8 对 还有 ISO 8859 1 什么 阿斯科 听过吧 来 那比如说 我们一个字 一个汉字 我们占三个字节 可以吧 能懂吧 我占三个字节 但是这个名字的长度能多少 100 它不是说在内存里面 开辟的 不是说在你硬盘里面 我不存硬盘了吗 在硬盘里面 它不是说就开了一个 一个一块区间大小就100个字节 不是的 它是根据你这个字的大小 这个字 如果一个三个 这是六个字节 它开比的就是六个 能懂吗 但是最多是多少个 100个 它是浮动的 明白 懂了吗 懂了 来 我们看X类型 哇 诶 你还不说 有点 按 净 诶 诶 诶 对不起 这也是字符类型 这个它叫X 后面跟的也是个LN 但是这个是 不管你字符 不管真实 不管字符数据长度 是多大 在内存中 不是在 就直接开P LN大小的空间 存储出去 能明白了吧 就是X 比如写个4 我不管你倒不到4个字节 我就开4个 你一个字节 我也要4个字节去存 能懂吗 但从这个角度来讲 X是不是有点浪费空间啊 那你觉得是X好 还是握插图好吗 那你看你怎么考虑这个事情了 首先 X的存储效率 存储效率是一定高于握插图的 因为它不需要判断 直接就开P 我管你多大呢 我就直接开P 你指定的大小 比如说我这个X我写100可以吧 我管你这个赛克斯值是多大呢 就是100 有判断没 没有 握握2底层去存数据 存之前是先判断字符长度 根据字符长度 是不是再去开P那层大小 再开P那个存储空间大小 听明白没 所以握插图底层需要做一次判断 但X是不需要的 但是各有各的特点 握插图的优点 是不是可以动态分配存取空间 但是X的话 是不是存储效率较高 所以一般大量的字符 比如说名字是比较长 我们用握插图 这是动态的 小型数据 一般是不是直接写X都可以了 你浪费是不是也浪费的也不多 比如说就这个性别 你写个100 那性别它能有100个字吗 你的谁家性别三十几个字 你就好 就一个字按四个字结算 那是不是也得25个字呢 那明白吗 那老师那名字也用不了100 也用不了25个字 那是你没见过长的 比如说我们新疆的同学 对吧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在那个民族院校上的 叫北方民族大学 我大学在宁夏银川 在宁夏上的 宁夏银川 你看那边 我那同学里面就有维吾尔族的 新疆的 那个名字长的 就直接说你就叫我什么 什么阿古 阿力就行了 我说这太别了 你这是名字叫啥 你确定要知道吗 就算了 然后特别长 中间有个点 再特别长就有个点 再来一段 再有个点 因为他的取名比较有特色 最终这个名字是他的 前面好像是他的父亲嘛 在上面是他父亲的名字 就是往前推嘛 一直往前推 他是这样来取名的 特别长 好几代人 好几代人 但是你知道他的名字 你就知道他父亲叫啥 呵呵呵 你就知道他家庭成员都叫啥 来 好 这是这个 所以他的特点 来 别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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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插通的 他的特点 特点是 动态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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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存储空间 存储空间 是不是比较节省空间呢 是他特点 叉呢 是特点 是存储 效率 是不是高 就高于allen了 卧插都稳 stimmt 懂啊 记住这个 面试会问的 怎么样 他面试会问你 诶 你那个 卧插 我们俄罗 enough都 常见的哪些类型啊 Number 卧插推 X 比 那X和卧插推 有什么区别呀 就两个眼 大眼 端小眼 你猜 你猜是吧 你猜我要不要 来 来 能看懂吗 这是我们讲的创建表 简单吧 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不是 这我们创建的是不是最简单的 我这节目是不是相当于创建是不是简单的二维表 先会这一个 我们创建的这个表是有问题的 首先SO1是不是可以一样 你没主线吧 你没主线 能懂吧 首先你这是不是有一个 这是不是叫 性别吧 能用什么东西吗 比如说我这个性别 我写个A线形状 它字符呀 我写个A线形状 能懂吗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约数 能明白吗 下一篇我们要讲的就是对表的什么了 约数 能懂吗 我在创建表的时候给你加上约数 那么当你往这个表里面添加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会自动按照这个约数进行校验 只要符合了 是不是才会真的去存 不符合就给你什么 报错 听明白了吧 所以明天我们讲的数据就是约数了 所以到明天的话 我们整个Oracle相关的知识就讲完了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能会直接再开MySQL 我还有一个数据库呢 叫MySQL 所以这周啊 这周不管怎么列 我们GDPC一定是讲完了的 反式是下周一讲 叫Google EBC 能懂了吧 叫Google EBC 啥意思啊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搞来搞去 你的这个数据你是搞不到加上代码里去的 你现在是不是搞来搞去就能用数据库管理系统操作一下 你怎么给整个数据加上代码里去的 能懂吗 而GDPC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因为流程是此的 每一步你干什么都是固定的 明白吗 没有什么特别难理解的地方 可能代码稍显有点长 但是东西是死的 分懂了吧 OK 就到这儿来 听 weer 听 英语 anxious kept 感谢观看